看到没有 拜登是不是脸都绿了 美国不知道 这么重要的事情 拜托 不是小国家 沙古地 阿拉伯 伊朗 都是两个 这个质地有时候非常大的 非常重要的国家 美国不知道 什么讯息都没有 美国媒体不知道 政治学的不知道 官员 什么都不知道 天哪 美国情报系统失灵到这样吗 我告诉你 不止美国不知道 大陆网友也不知道 所以消息扑光的时候 大陆网友也懵了 你知道大陆有非常非常多的国际 大陆的网友们 有非常多的奇人能人 他们对于外交 对于军事 对于各方面非常非常懂 对于大国的关系也很懂 所有大陆网友在上面刷屏了 怎么回事 大陆网友全懵了 美国懵了 以色列懵了 大家都懵了 我一开始就让介大使来谈一下 你看看这个操作 什么样的操作 真的石破天津 横空出世 在北京宣布 你怎么看 这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 而且是里程碑式的 因为这个不是一件小事 因为这两个国家 基本上都不是泛泛之类的 这个代表两个不同的文明 一个代表阿拉伯文明 一个代表波斯文明 然后一个回教的两大派系的 这个等于说的这个领衔国 一个逊尼派 一个什叶派 伊朗是什叶派 这个沙特是逊尼派 然后伊朗是什叶派 那这个过去是上千年的 这个树苑 对不对 而且他们当初会断交 就是因为教派的原因 教派原因 因为当时沙特把一个 这个逊尼派的一个教室 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教室 处死 而且双方在这个叶门 这个战争里面 那以色列是 这个伊朗是支持 这个什叶派的叶门 那这叫胡塞组织 那这个打的是伤亡惨重 这么困难一个情况之下 居然可以让它两个国家 对 这么困难 凑在一起 这么大的仇恨 对 而且我觉得更神奇的是 这消息可以保密到这样 这就是外交团队的能力 因为外交是一种能力 能力 我国 我们最近吴钊燮 跟一个十万人的岛国 跟人家谈个建交 也过才五千万 结果人家那个总统 就把你给你掀出来了 对 根本不要人家去查 你在做什么事 人家你谈判对手 就把你出卖了 所以你看这么大的事情 我觉得分好几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我觉得最让人惊讶的 就是这是美国情报系统 全面失灵吗 对 那也就是说 美国这个在状况外 我们搞外交的人 最怕在状况外 我们以前 所以我以前我们在华府是 任何有关台湾的事情 如果说别人知道 我们在华府不知道的话 我们大概就丢关了 这就是说这个不行 这个什么组长通通下台 但是因为这个牵扯到三个国家 我说他如果说他来自 沙烏地阿拉伯的情报系统失灵 就罢了 来自伊朗的情报失灵 来自中国大陆 三条部线全部失灵 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美国觉得最痛的就是 沙烏地阿拉伯这件事情 完全把美国排在外面 你知道伊朗跟美国是四仇 没错 中国大陆也没必要告诉美国 可是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国长期的盟友 拜登还去了 可见美国把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关系 搞得多坏 因为拜登怎么讲人家 拜登说你们是贱民 对而且去了以后 去了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高姿态 然后把沙烏地阿拉伯当作小弟 然后对于沙烏地阿拉伯 现在国内最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政权和平转移 他们美国人是抱着一个 看好戏的 而且不太赞成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你的好朋友 现在办一件大事的时候 完全不告诉你 这就是美国外交的完全失败 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挫败 我觉得美国负责沙烏地阿拉伯 整个中东政策的那些官员 应该全部下台 全部下台 因为基本上 中国大陆现在这一件事情 以前就是说 中国大陆很少在这种事情上 站在这个风口浪尖 这次中国大陆就站在风口浪尖 而且我要在北京签这件事情 对 那个日本方面报道 日本方面报道说 就王毅这张照片 是把震惊世界的一张照片 真的是 也就是中国的时代开始 对 中国的组长新的世界 所谓的世界秩序的 新的一个开端 日本人的报道是非常震惊 他是站在第三者 因为他们后来有一个学者还说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 像过去一样 把我们所有的赌注 都放在美国这个国家 看起来美国这个国家 已经失去了主导 国际重大事件的能力了 也就是未来的国际秩序 有一个新的大国已经出现了 那现在大家都会在想 杀衣可以 恶乌行不行 就是下一个 所以委员我要追问你 你觉得这个事情 对美国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重大影响 就像介大使讲的 外交是一种能力 那中国大陆说 真的人家就鸭子划水 最高机密 崩了一下 三方深夜发表联合声明 你知道吧 大家吓一跳 中国大陆有这个能力 不管人家怎么做 不管人家是不是为了私利 美国有这个能力吗 美国没有 因为美国的全球战略 一向人口相辣 就是弄两条狗互相咬来咬去 就是分而自知 这个我看介大使 这个韩冰兄好像很好的样子 我就故意去跟介大使讲 韩冰昨天说你坏话 我就跟韩冰讲 介大使男朋友要欺负你 让你们互相对立 然后我再从中取利 美国不是这样干的吗 美国的全球战略 好听一点叫制衡 难听一点 就是不断的破坏和平 制造对立 这是美国人最擅长的事 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说 你们两个人不太对 我把你拉来 大家谈一谈 请问一下 俄乌战争在2013年之前 已经有问题了 你美国有没有去弄一弄 什么明斯克协议什么协议 还不是德国去弄 你美国挫手 押着乌克兰说 乌克兰 俄罗斯 你们两边好好瞧一瞧 对啊到现在也没有听到 美国在乌克兰是组合 所以整个这个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国 现在很多这个面向亚洲 中国大陆倒是 这个面向这个中东 会对于这个美国在中东的 这个整个势力范围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整个世界半途会怎么样的转移 外交不外乎两个 一个就是军事实力 一个就是威望 你那相信你 美国现在单靠军事实力 要在中东耀武扬威的时代 也慢慢过去了啦 实在是吃这个也痛 吃那个也痛啦 那再来威望 威望就是大家相信你 你是公道的 你是讲道理的 这几任美国总统哪个 从川普以后 哪个人是讲道理的 人家看你拜登 你没收俄罗斯的外汇存体 就算你没收阿富汗的外汇存体 这种事情不要说 美国不应该干 连那个什么 最差最差的国家 以色列 他跟巴勒斯坦打成这样 他也没有去没收巴勒斯坦财产好不好 对 你说所以你这个 连以色列都瞧不起 你美国总统这么干 那你美国怎么会轮到这个地步 你没有威望嘛 对 然后你吓得大家不愿意 不肯把钱放在美国的银行里面 不只是美国人不敢把钱 美国银行 其他各国都准备抽腿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中国大陆之前发表了 这个俄乌的这个中国立场12点 大家觉得 哇中国已经从这个韬光养晦 现在是要这个主动介入 但是这个还没有醒过来 嘣的一下 突然冒出一个这个 所以大家就说 这个礼拜六日真的是过得很魔幻 第一个我们的中华队 对古巴当时输了 但之前联营两场很魔幻 然后看到这个矽谷银行倒闭很魔幻 看到这个沙伊竟然可以这个复交 而且还在北京也很魔幻 有各式各样的报道 先是这个大陆的专家 特别强调 三方深夜发表联合声明 有没有觉得很特别 对不对 看似突然 但事实上就是水到渠成 中国一直支持中东和平发展 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美国的这个newsweek 也写了一大篇 随着中国崛起为外交强国 沙伊协议为叶门带来希望 很多啊 俄乌啊 叶门啊 都露出了曙光跟希望 英国的专家也写 对中国大陆来讲 是一次巨大的外交胜利 绝对是中国跟中东外交接触中 前所未有的一部 对照组织是美国骂大叔啊 随着美国在中东地位的 这个对抗跟调解中 缺席世界见证到了 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软弱 有没有被看破手脚 那当然了 这个大陆媒体也好 网民也好 刚开始是懵了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那接下来呢 马上转嗨嘛 对不对啊 为风雨飘摇世界 插入了一季定海神针啊 围在这个旦夕的世界和平 转为为安 中国成功促成了这个和解 是中国外交强国的奠基之作 说明美国在中东 甚至全球影响力下降 确实啊 这是个对照组嘛 这是美国霸权瓦解的里程碑 然后整个外交实力的转变 另外美国的学者也说 华府应该以此为界 重新投资于美国的外交 当然美式的外交 跟中国的外交 大家会看到高下利剑 那认为呢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 如果在全球的首都 跟全球论坛上的陆续缺席 代表性不足 就只能怪自己啊 就跟矽谷银行倒闭一样 我一开始讲那句话活该怪自己 是不是啊 所以中国公开而坚定的工作 做了好多年啊 不是一蹴即成 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 就是中间不知道这个外交上 付出了多大努力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